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台一方的情况出现毕竟防海燕的家庭条件一般 算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了如今的位置 对于平常老百姓的生活更能感同身受相反 杨磊倒是一路顺遂 又是白富美 生活层次不一样 很难体会到这些日常的疾苦 可能对于普通人算是天大的事 在杨磊这里根本不值一提最重要的是 离开了调解员百万亲之后 节目也变得没那么精彩了 其实白阿姨是热心人 但她的文化层次和对法律理解的深度 及处理双方矛盾深层次冲突上 已显出有些力不从心 日伟和街道层面调解其完全可胜任 上升到是一级面向全体市民的调解节目 不太适合 而且百万亲已经不可能再上电视出镜了 一把岁数了 还是平平安安度个晚年吧 但现在百万亲阿姨倒是活得挺滋润 离开了新老娘旧节目 倒也混得风生水起有不少网友称 房海燕比杨磊适合做该节目 海燕亲民 真的老百姓喜欢 百万亲也是喜欢房海燕的这对组合的相继离开 对于新老娘旧节目的打击 无疑是重大的毕竟之前 杨磊和房海燕是轮班主持 中间还有调整自己的时间 现在全让杨磊一个人去调大梁 无疑压力极大 甚至连缓一缓的时间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新老娘旧节目这次能撑多久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